娱乐圈大瓜来了 7月26日 有瓜主爆料 岳云盆的经纪人王宇清 因为涉嫌强奸被捕入狱 据了解 王宇清不仅是岳云盆的经纪人 还是德云社的股东 老板娘王慧的弟弟 郭德纲的小舅子 爆料人特别惊喜地指出 王宇清是在山东济南被抓住的 遭到逮捕后 现在已经被检查机关提捕 有媒体打电话 向岳云盆经纪人王宇清求证 但电话没打通 根据这名网友爆料 王宇清不仅涉嫌犯罪 平时在圈内人品也极差 被批捕后 圈内人皆大欢喜 爆料人称 王宇清不仅利用 岳云盆的影响力私自收钱 还当郭德纲和王慧的狗腿子 极力讨好一步步走到德云社的高层 查询可以得知 德云社王慧占股99% 王宇清占股1% 虽然看起来很少 资产却难以估量 而网友们看到这个消息后 也纷纷担心起德云社的未来起来 毕竟前不久何九华才被爆出轨 负面新闻可谓不断 不过目前德云社已经走出不少明星 月云鹏和郭麒麟都是活招派 只要他们不搭房 德云社应该就不会倒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